好 另外我们就带您看到这个鸿海最近的动作频频 他说要找一万五千人 那么特别呢 这个鸿海接下来要投资在4G产业的部分 所以呢 频频的向现在的大厂来挖脚 哇 这个中华电信有没有被挖走不少人啊 中华电信新任的董事长蔡立行 今天就讲了 对于鸿海要挖脚 她没再怕 但是呢 也释出了合作机会 希望跟郭董在硬体设备方面 未来有机会可以合作 你们怕不怕你们的好的人才被挖走 我永远是注意这个事情 现在真的有在注意 谈起郭董挖脚大战 接受电台访问的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 算前董事长吕雪景才被鸿海挖脚 但蔡立行坦言没再怕中华电很团结 不过商场没有永远的对手 蔡立行也对郭董释出友谊的手 我希望我们跟这个郭董事长那边 大家也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机会 除了竞争之外 在某些方面大家可以有机会 这个合作 比如在硬体方面 设备方面 虽然没这边回答 但蔡立行暗示已经跟鸿海接洽过 不过这波4G真材中华电要找1500人 是电信三雄中人数最多的 但鸿海的国机针对4G工程师就有1400人 若加上其他产业要找将近15000人 鸿海来势汹汹 不过蔡立行还有法宝 在台积电董事长张周末的铁血训练下 资历超过20年 身为老台积人的蔡立行 对执行力非常有自信 希望靠着他的台积电经验 能帮中华电带来强大执行力 才不负他名字中例行两个字 三地新闻林玉峰海中 特别报道